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9月5日,星期四,这里是银爵之光,我是您的老朋友自媒体人岳哥,现在我就播发一则消息 澳大利亚十大香港人组织联合发表声明对9月4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进行了回应 他们再一次强调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以下就是联署声明的中文版本 澳洲港人回应特首林郑月娥9月4日晚上宣布撤回修理之声明 特首林郑月娥早前透过电视转播所发表有关回应市民五大诉求的言论 包括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及释放被捕示威人士 并提出了以下四大行动 一、立法会复会后将动议撤回逃犯引渡条例修订 二、委任两名新成员加入监警会 三、将连同高官落区听取名义 四、邀请不同界别人士做独立研究及检讨 作为一般身处澳洲的香港人 我们并不接受特首以上的回应及处理方案 从政府一直漠视名义包庇黑警 更以白色恐怖试图消灭反对声音的态度可见 林郑政权根本没有与市民对话的诚意 香港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 已不再拥有任何公信力及香港人的信任 若然因为今日一具治标不治本的动议撤回修例 我们便得以满足香港人只会继续被暴政强权凌辱 妥协只会令我们的未来更受威胁 从六月份开始 我们与香港共同经历过三场百万大游行 我们眼见着两次港铁无差别恐袭 我们创下了无数的历史及抗争的奇迹 三个月来政府包庇黑警烂拳烂暴 三人被直射眼睛 二人被刀手斩至重伤 八位义士被暴政强权破上以死直舰之路 超过1100人因示威活动被捕 因布袋弹 橡胶子弹 催泪弹 甚至真枪实弹而受伤的人数 多不胜数 无法统计 我们一路以来所流过的血汗泪水 已令香港人走上一条没余地后退的路 迟来了三个月的一个撤子 已不足以弥补所有香港人的付出 以及香港政府和警察所筑成的大错 更何况条例最终会否正式被撤回 依然是个未知数 我们将不再屈服于强权之下 我们必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希望身在澳洲的各位 将继续支持香港 共同守护民主自由及公益 在此 我们重申以下五大诉求 一 正式撤回逃犯引渡条例修订 二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察 滥权滥暴 三 收回对示威活动的暴动定性 四 释放所有示威人士 五 立即实行双真普选 我们定于香港并肩到最后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联署 澳大利亚十大香港人组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真普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真普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真普选